然後我剛剛看到那邊有一本草山洪 基本上這邊的史料 也就是根據草山洪寫出來的 大家大致介紹一下 清零時期茶葉也是台灣很重要的出口的產品之一 所以從上面硫磺然後藍染到茶葉 其實基本上都是這裡 應該說光是台灣這一塊也是一個很重要輸出的東西 所以一路五道在台灣產業發展上 也有相當重要的一個地位 那其實最早以前引進來的東西叫做食茶 食茶其實就是以種子在肥育的那種茶 它筆字又沒有辦法做品質的管控 最早這個食茶其實只是做內銷而已 後來有烏龍茶、包種茶這些東西出來 開始有在做對外出口 在我們後來日治時期甚至有紅茶 像這邊這一間記憶商戶過去也就是儲存茶葉 賣茶葉這邊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那邊講到一個人他叫徐底 徐底他是日治時期的人 他說在那個總督府的茶葉獎益計畫底下 就成立了阿里棒茶葉公司 他本身用功得到了賭農家的身份 就是模範農民 那當初做茶葉很賺錢嘛 那他就捐了八百塊 差不多相當於今天有八十萬元 然後造了這石板橋 那一座橋就是徐岩橋 那為什麼要造這座橋 因為在運茶葉的時候 希望不要讓那個茶葉沾到河水啊 這樣就壞掉了嘛 也是當初應該說只有在那個時代 茶葉公司有那個本錢去蓋搜橋 然後這邊就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大費周章的走魚路 把茶葉送下來 是因為啊 茶葉他在採收之後 在山區那邊的工廠只能做出製 那得把他運到山下的茶行 才能去做精緻的動作 那這個過程來就只 也只能靠人慢慢的跳過來 所以前面說到阿里棒又在這裡啊 他就必須從這邊走走走走走走走 翻過來跟街道魚路五道 從這邊走走走走走走下來 街道士林這邊 他就只能這樣子走下來 那這個當初運茶的樣子 就大概像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一個茶袋 那一個茶袋也是大概有六十斤左右 那兩袋是非常重的 好 接下來講到木牛 那這本就在一本就想說 什麼呢 那兩袋子那也是 一般 那一般 那一般